你真的考虑好了 杨润 他也劝我考虑考虑 我想好了 李温天 可能是适合我的那个人 亲爱的哥哥 雅文姐 当你们看到这条短信的时候 我已经坐上前往美国纽约的飞机了 这座城市 给了我快乐 也给了我忧伤 终究成为了彼此的回忆 我决定暂时离开 让自己重新开始生活 在这座城市 我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你们两个 当我看到昔日恩爱的两个人 现在彼此 变得似乎那么陌生 作为妹妹 我真的很难过 我多么希望你们俩 坐在一起 彼此挽留一下对方 可是 我觉得 我这深深来迟的短信 有点晚了 但是 我还是对你俩的感情 抱有一线希望 所以 把这条短信献上 如果再让我对这座城市 说最后一句话 我一定会说 祝你们幸福 再见 妹妹 安雪 走了 都走 安东哥 我觉得你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流程吧 如果按照PPT 这样的摆法 可能会有问题 应该把这一部分呢 放在第六排 杨老师 怎么这么有空啊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你们发布会的大风呗 杨大哥您坐 别让风再把您刮跑了 好小丽 这么跟你杨大哥说话啊 看我以后 还给不给你买水果吃 好好好 我错了 你坐 那个 必然呢 他在外面工作 还没回来 那行 那你们先忙着 我改天再来 杨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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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杨大哥 上回和你谈的资金的事 你想得怎么样了 资金这个问题嘛 不瞒你说 我已经想好了 不过 我只能跟必然谈 不能告诉你 没事 没事 只要你能跟必然谈就好了 那我就谢谢你了 杨大哥 我这就让你干嘛 我这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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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这就要 不用了 好像很久咱们三个人 没有在一起 快快乐乐地吃过饭了 你们俩 是不是还担心我呢 我没事了 最近雅文和安东 也劝了我很多 我想通了 我会坚强地 重新开始生活的 然然 你能这么想 真是太好了 你知不知道 我和你爸这些日子 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你想开了 我们呢 就心里也踏实了 太好了 对不起啊 老师让你们担心 不要这么说 我们都希望你 尽快地走出这段阴霾 要不 咱们三个出去吃饭吧 好啊 行行行 把这个记上 你出来正好 过来 来 出来 看看我设计的海报 你很有想法吗 我觉得你这个主题 凸写得特别好 彰显了咱们百搭 不凡的梦想 还有追求 我这个海报的创作理念 就是希望推广我们这次的发布会 还有动态表演 让大家知道 我们百搭这个品牌 我们设计的灵感取决于人 和自然的和谐 并且融合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 用一种专业跟国际化的视角 去看待时尚 以咱们这次百搭发布会为契机 综合咱们百搭的设计理念 将咱们百搭时尚 环保 独一万二的理念 告诉所有人 你们说的也太好了吧 我听着都热血沸腾了 更别提别人了 我这个别人呢 也觉得不错 天高任鸟飞 海阔任愉悦 做不一样的你 我是你的百搭 加油 你觉得 安东和必然 在一起怎么样 如果我说实话 你不会生气吧 你说 我觉得他俩挺般配的 你想想看 在工作上有默契 在生活中 又有那么多共同语言 挺好 他们 真的有那么多共同点吗 工作上有默契 生活中又有共同语言 就这两点还不够吗 这两点是最重要的 也是最基本的 你想想 你跟安东有吗 再说了 必然在这个时候 特别需要被人关爱客户 而安东呢 又是一个体贴懂事的男孩 又因为工作的原因 两个人要老在一起 所以说 两个人产生一些好感 反正我是不奇怪 我以前 也挺纠结的 我看到他们俩在一起工作 有的时候会吃点醋 安东 他有事的时候 不会先来找我 而是去找必然 现在看来 这确实是一种默契 那玩意怎么了 必然 他确实是个很可爱的女孩 他独立又不失温柔 大家都很喜欢他 安东反应快 头脑清晰 相比之下 我就呆板很多 我缺少理解 缺少包容 我总是跟不上他们的节奏 相比之下 我真的比必然差远了 他们真的挺般配的 他们从风格到性格到语言 所有的所有 都比我跟安东更合拍 雅儿别说了 咱们换个好 我没有胡思乱想 我跟安东真的没有共同的人生观 所以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 也不会有美好的未来 我经常在想 我到底是爱他还是喜欢他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 可能 我只是在依赖那种 谈恋爱的美好的感觉而已吧 小文 没事吧 我终于 我终于找到 想跟你在一起的理由了 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 刚才 我已经跟安东说了 说 我选择跟你在一起 但是 我还没有说服我自己 所以 所以就神神叨叨地 这么半天 我现在已经说服我自己了 真的说服了吗 我已经不纠结了 因为 我已经反思了 好 我恭喜你 做出了人生最正确的选择 我们在一起之后 就不用再反思了 先接电话 妈 你到门口 你 你别动啊 你站在那 你等着我来接你 怎么办 我妈又突然袭击了 没事没事 别着急 你先回去 好 好 服务员买单 目前 演员的费用 场地费支出特别大 对了 资金缺口这方面 你想到办法了吗 之前陈嘉宜找够了 我理解你的意思 是希望我们不要欠他太多人情 而LP公司那边 我觉得够呛 他们太会算计了 所以 咱们跟他们的关系 目前最好保持一个平行的距离 再想想吧 看看还有别的什么办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